大家好 欢迎回到《芒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许刘山丹 这是我们新西兰的易德台仰 请记得帮助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另外還有正向報 再加上浪費冷氣 需要大家的訂閱 點讚 分享 最重要是多點回來欣賞節目 多謝大家的支持 好了 我們今節回來講講咖啡方面的問題 相信台仰和我和好幾位主持 咖啡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飲品 不僅是五個其他盲友 聽眾等等 很多時候都會接觸到咖啡 就算不是 都會去咖啡店看一看 咖啡味來講 大家都知道是怎樣的 是呀 很香 很重要 我也是 每一個人對咖啡香味的要求 口味各有不同 如果咖啡裡面你喝不喝得到 會有公義的味道呢 咖啡也要公義 我真的沒試過喝到有公義的咖啡 公義味的咖啡是怎樣的 我很想知道 真的 我也不懂得分 等於這樣 貓屎咖啡會不會喝到有那些味道 其實就沒有的 所以看到這一群的黃友 或者他們的黃圈裡面 有一間東西 或者有一檔的品牌 都叫做賣了多久了 就叫做咖啡公義 哇 看過名字 也很厲害 是呀 咖啡公義 什麼事情 他們賣了什麼咖啡 其實在外國有些咖啡特別標明 是來自一些良心的企業 什麼良心企業 有些這樣的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他們在賣類似的咖啡 就是要有公義的 是不是這樣 那又不是 我最初以為是公平貿易 那些還是怎樣 是的 有時候我們看到公平貿易的產品 價錢會偏貴一點點 但是我們都願意給他這個數目 至少對農夫也好 或者製作原產地的人 都是一點點的心意 讓他們大家公平一點 如是者原來就不是 大家都知道那群黃友 在五大訴求抗爭 爭取民主自由的同時 就會很標榜 他們黃色的人 就最有什麼呢 公義了 就是希望社會得到公義 原來有四大系列 就是咖啡公義 咖啡良心 一定是良知 然後咖啡是非 咖啡黑白 即是黑白是良知 公義還是是非 公公道道 是非黑白 大家就自有判斷 例如八三一打死人 七二一不見人 這些就要知道什麼黑白 這樣嗎 你埋到去 我想買咖啡 店員問你要什麼味 我要是非味 是啊 我要公義 公辭有利品 很多黃店都會跟他們合作 例如會放在他們的店舖上賣 例如這個叫雞龍茶餐廳 即是黃到爆那間 都會製作紙皮箱 公義咖啡 每盒八十九元五包 他已經聽到那些掛耳杯子 那些咖啡 什麼八十九元五包 五包而已 我自己出去喝好過 在茶餐廳煮杯咖啡喝好過 是不是 公義這麼貴嗎 這盒是良知 是良知 品牌叫公義 混合得亂了 媽媽都不認得 平均一杯 你記住 那個掛耳杯是自己沖的 沖完之後 其實可以沖很多 洗澡也可以 用剩下的粉 但其實你計算 你沖出來喝的 我記得我在家人見過 嘩 這麼少 比雞尿更少 哈哈哈哈 雞尿也比你多 嘩 只有這麼少 再沖多一點出來 都會影響了那個味道 嘩 十八元很貴 要支持你 我不太明白 你這個咖啡就代表了良知 和公義 和黑白 還是怎樣 現在這個咖啡 無論如何也好 它也算是賣了一段日子 是 大概一天前 昨天的時間 就宣佈 對不起 香港人 咖啡公義 將會結束營運 嘩 嘩 在想一下 他們這些主事人 究竟是否被拘捕 還是要著草 他說 私态突然磨 書暫時不作任何回應 善後安排容後公佈 他的hashtag寫的是什麼呢 大時代下 我們無愧公義 買個咖啡 小鬼說這麼多 有什麼公義 有什麼公義 不是啊 不是啊 哪有這麼多這麼煩的事情 不要裝作了 這些也是想欺騙他的支持者 希望在臨執粒前 再掠一掠一掠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暫時看到他的網站還有東西賣 這包咖啡豆真是貴到媽媽都不認得 大家看到了 中心控焙 即是有些中度、深度控焙的咖啡豆 混合一包 250克 然後品牌名叫咖啡黑白 我不知道是兩支黑白 還有什麼味道 不知道怎樣分辨 黑白的味道 沖一杯咖啡出來 你怎麼沖也是黑色的 是嗎 你沖到白色的出來嗎 是啊 就是多餘 那我看一看 這一包只有250克 就買到160元 如果大家有自己買一些Starbucks的品牌 出品來自己的豆 像這個人一樣 把咖啡豆自己買一包回來 你喝的時候 才把它磨碎 磨成粉 然後再沖咖啡 這樣 你不是磨到一罐都變成粉後 或者一袋都變成粉後 因為磨變成粉後會氧化 所以有些人喜歡喝之前 才把那幾粒或一堆小粒 拿去磨 就是這樣 你又有一大包豆 我有一大包豆 我買Starbucks這隻回來 你那包只有250克 我這包只有1.13kg 是你一大包豆 是你一大包豆 你四倍多 我當我只有1kg 我當我讓你了 不是1.13kg 我算起來 港幣都是210元左右 他是不是在這間六公仔蜜頭的店鋪 入貨 然後入到他們的盒子裡 然後再去賣 是不是這樣 他比六公仔更離譜 即是這個六公仔 Starbucks那些 即是你用這些來賣給我們 你還叫到好一點 你都不知道哪個地方來的 這些我們壞點說 這些叫鐵牌 即是你買了一堆這些 都訂了一些不知哪裡來的 一包包白酥酥的這些咖啡 然後問你 那你想喝什麼上去 印芒香還是印正香 不要了 我印咖啡公義 這樣 可以 其實要喝什麼都可以 其實要喝什麼都可以 是 白癩而已 就是要印黑白也可以 什麼印公義也可以 你這些賣得這麼貴 其實有人跟你叫狗不狗買 還是怎樣 都算是這樣的 即是他們出自己的文宣 造成產品 就覺得自己是良知 良心 還是公義 奇怪 為什麼會做不住 這樣做不住 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你找笨 我覺得 對不對 雖然說就說什麼公義良知 你當客人是傻的 那是不行的 你這樣銷售就當然不行了 對不對 那些什麼掛耳杯 18元一杯 你沒有良知 你買到這麼貴 隨便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你收拾鐵牌 這些產品回來 跟那些東西配合好 就是等於這樣 你裡面的咖啡豆 轉了 其實人家不知道 不知道 是的 可能是合合都不一樣的 貨源都未定 總之變得便宜 他就進入那一隻 甚至是混豆 有些豆就更漂亮 有些是最便宜的 真的有些 混淡了 是的 有些叫什麼 成本 射香貓 不是用來吃 射到尿 隨便 隨便放下去 爆尿咖啡 這樣不差的豆 放下去都還可以 那些手足 怎麼撐得你這麼久 可以的 某個程度上 都算是情緒勒索 總是掛著 什麼是非公義良知 這些東西拿來販賣 這些東西 我相信 每個人都有 是非公義良知 對這些價值觀 有一定的看法 就不是 買了你才有公義 買你的咖啡才有是非 不行的 還有 他是把這些公義是非 拿來賣的 這麼便宜的 這傢伙 你這樣賣的嗎 喝了就有良知 有良知的人就要買良知 不是的 傻傻的 是的 等於這樣 那些小孩 我們不是看那個廣告 這隻是馬 這隻是鹿 這隻是鹿 這隻是馬 這隻是馬 小孩這樣說 那些小孩不會說 小孩 一定要喝黑白咖啡 你才會分開 什麼是黑 什麼是白 不會給你白色 小孩什麼顏色 黑色 明明都是白色 黑色 不是這樣的 你們借著這些口號 賺錢也好 其實這不是犯法 其實是催利不障 由水魚願意上吊 就買 但不要說到 如果這些店舖做不到 就代表公義已經沒有了 這些店舖什麼品牌 它的名字叫公義 不代表公義 這件事代表存不存在 是 還搞笑 之前找過黃宗堯 找人簽名 搞得自己吃個黑衣 還在咖啡上簽名 移賣咖啡 平時也有類似的 他還在這裡嗎 對 還沒死 我沒有想他會死 不過我猜不到 他還有人找他做這些事情 找他來做什麼 我也不明白 因為我以前的同學 真的會這樣 我不是說什麼還沒死 因為我突然想起那個同學 他可能說 你還沒死嗎 可能見到一些很久沒見的同學 這麼厚臭 對 還沒死 不過另一個都答了幾秒 對 我回來看你什麼時候死 我還沒死 我回來看你什麼時候死 對 我和我的話說到這個位置 還有這個公義咖啡 例如移賣 又是撐林卓廷 等等 對於這個公義咖啡也沒有了 有一個位置挺有趣的 我看到有人留言 很厲害 留言和分享 五百多個分享 這麼厲害 真的不說得少 對 我看到邵家樽挺有趣的 他在留言 那個瘋老百虎 就是那個監等前議員 最重要是人沒事 哪有事 你生意失敗而已 這些算得上 你的公義咖啡賣不出 就不做 生意失敗而已 生意失敗會死人 不會的 真的 就是 然後有些人就很搞笑 雖然紅樓不停 堅持莫忘錯心 最重要留下有用之區 公義一定會再回來 香港人加油 什麼事 現在沒有公義嗎 搞什麼 買不出咖啡就沒有公義 有公義才有咖啡 是不是這樣 不是吧 你這些什麼咖啡 這麼誇張 也有 你沒有喝過 這樣說這些人出來 有些人說 對不起 不應該是你們 不需要說這些話 其實 老實說 你不做了 有什麼對不起香港人 不知道 你自己不做 對不起自己的鵝包 做不住 對 如果這樣的話 是不是200萬加1 那個在地府 不好意思 那200萬大遊行過的 是不是都有 天天喝你們的咖啡 對不對 對 對 說到這樣的話 他們應該要天天喝 起碼都喝一杯 對 沒錯 但是好像沒有 有 他們不是這樣的 是不是 一個星期都不到 過千萬包 賣了 一包仔 18元一包 一個星期就成億生意 當然沒有 現在是發財 沒有 你們不喝 你們就沒有良知 你們這幫人 對 人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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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迎站 最公義真理的香港人 平安順三 天下無不散之言正 但願他日再最公義真理長存 他們的內心仍然有一個盼望 這幫人挺有趣 有些人說要去英國再開 死都兩錢重 英國再開 你真是傻 你真是 去開吧 開吧 試試吧 不用買你 就算我喝了你的咖啡 我買了你的咖啡 你的名字叫公義 又不能夠彰顯公義 如果我是要做 在黃圈裏面 要去彰顯公義的話 那我不如 用心去讀大律師回來 到時上法庭也好 或者開一間律師樓也好 或者什麼都好 幫手足 都可能叫做好些 是呀 可能可以 也叫做近乎於 或者叫做接近一些 你們所說的公義的東西 你賣個咖啡 喝完就 嘩 我喝了公義咖啡 我充滿公義了 不會的 是嗎 是呀 不會的 沒錯 這個真是有趣 看到他們也有很多東西 又說之後有些什麼 咖啡工具 又說這樣那樣 更好笑 又說公義是我們畢生追求 也是每一天的堅持 現在這間店又追不到 都覺得挺搞笑 很多人對於他們覺得很惋惜 其實有些這麼軟識的人 我不會說什麼這麼軟識 那種理念 原來支持不住 理念支持不住 你拿理念來做生意當然不行 你不要拿來做生意 你應該拿去送 拿來送的 把公義送給別人 宣揚公義 宣揚是非 你送的不一樣 你拿來賣 別人就不買你 這麼簡單 你拿去送就可以了 等如 有點像平安包 包上面印著平安 就可以了 純粹拿個意頭 拿個意頭 也一樣 連這麼有標誌性都弄成這樣 其實最近的大渣哥 VS100mol 弄成今時今日這樣 其實他們都開始 近來開始說的 一樣 似乎是質素的問題 不單止是理不理念 理念這件事 他們都堅持不了 再堅持什麼 你也不需要多想 公義咖啡 之前買了很多 或者喝了很多 會不會覺得自己很傻子 和很懶惰 懶不懶 我覺得他不會 應該不會 當是 就照樣喝 沒事的 覺得買了他們的咖啡 就有良知 淑醉捐 淑醉咖啡 這些都可以 他們那些中度 深度 控焙的咖啡豆 就變得 酷味 很酷味 酷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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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晚一點 自己各自各 都可以沖一杯 這些掛耳杯的咖啡 來喝口 哇 大佬 18元一杯 你不要鬼 我看到我都嚇了一條 其實我知道這個牌子很久了 就是什麼 咖啡公義 一看已經知道是鐵牌 也不知道是哪裡買回來 現在才知道原來這麼貴 我不知道是鐵牌飲開多少錢 我大概接近 沒有的 就算日本牌子 UCC 也不用這麼貴 沒有的 你根本就是亂來的 當人水魚 這班人 買鐵牌咖啡 當人水魚 自己做不住 支撐不住 都重要 再炒作一番 在最後吃最後一水 最自在 可能是的 如果大家喜歡去759 看看日本牌子過來的 都很值得 好了 今次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